二級準備也就是要大量接收傷患 那麼恐怕警方在壽命的情況之下 而且警示優勢警力的情況之下 警察這麼多人 那麼接下來這群學生恐怕一對一個都會被抬走 儘管學生們手拉手一再強調和平和平和平 但是在這個地方因為中央下達了強勢的命令 那麼警方做了第一線執法工作 也不得不執行這樣的一個命令 那麼現在直接就是來對付躺在地上的這群學生們 好可以看得出來學生們似乎也都安靜下來了 也可能知道在喊和平似乎也沒有用 看得出來前方的警方心意已定 那麼在執行他們來自中央的命令之下 一定要這樣子來進行驅離了 慢慢역上去 馬上在大陸ür ensuring 左的搏 collecting 都在了 我們繼續看到這個現場的畫面 警方的做法就是一個個牌 好,後方的指揮官 觀眾朋友應該還是可以聽到 他一直在講 前進,前進 那麼下達的命令呢 依然是要這些警察前進 可是呢,學生已經就在這個地方了 在前進,那麼學生呢 恐怕就會壓到學生了 那麼現在警方喔 這個第一線警察 腳在中間似乎有點為難 那麼剛剛已經有同學 因為這樣的一個被強制驅離的情況 被警方攻擊到 他的左眼流血 被送到醫院去了 那麼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警方的警力喔 因為人數實在是非常的多 他們有優勢的警力 那麼這樣的對學生重重包圍的情況之下 那麼第一線的警方也是試圖先溝通看看 然後呢,也有領頭也有部分警察呢 拿著盾牌攻擊 然後呢,設法再一個一個擊破 那麼現在最前方的 這個女同學似乎有點 體力不支的情況 那麼同學呢 一再的對著警察 試著再說情 不過呢,警方下達指令 恐怕是一個一個台 好,這就是在北平東路跟天津街口 那麼這是第一波的強制驅離 就在整個行政院接掘的 東北角這個地方 那麼來的這個政報車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要先處理掉這一部分 那麼稍待會呢 還有在其他部分的這個學生 以及在立法 在行政院裡頭也盤聚了有一些學生 那麼這一部分呢 那麼將一塊院長下達的命令 全部給他清除掉 好,我們再回到現場 馬上回來